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12岁天人待马国明,自从多年前同湖定心甩脱后,感情方面一直未有着落。 最近马国明被传备27岁开丹男女神黄欣盈主动追求,之后两人暗中踏者,欣盈更被只不时在深夜亲自驾车偷运,马国明反乌起。 东王就此事联络马郭明 马郭明必谈位 笑笑了 觉得新颖那个女仔点 讲到好似去追你盘歪 都戏一句 笑笑了 最近要fail 至于黄新颖则透过短讯回复否认恋情 并至于马郭明是合作过多次的朋友 他笑说 我都度身几时有车过渠 原来狗张车照 系个人在自己车内 问到黄新颖与马郭明可有机会发展 他说 损无损寒 个人定一礼 歪 哈哈 问到马郭明系无系取杯茶 新颖说 毛咩话系无系我狗type fail 最近要陈展恒否认 非问女友胡定鑫只是工作同事 据港媒报道 陈展恒出席商场活动 吸引大批粉丝及市民围观 场面热闹 有传他荣莹市地后酬劳三级跳 陈展恒表示酬劳要问经理人才知道 但这是他在2017年的第一份工作 自己觉得十分幸运 最害怕的一样东西 有的人拿完奖后没工作 营地也试过没戏拍 所以我跟公司说千万不要这样 加价 工作没所谓 多点宣传 最重要开心 没 有高很多 现场 被问及与非问女友胡定鑫是否拍拖 陈展旁连说三声没有 我们是拍的 同时 不是拍拖 他们早前到台湾拍新剧同盟日队夜队 可有发展一下 他直言同盟设期拍过最辛苦的剧 连睡觉时间都没有 很羡慕其他演员可去品尝台湾美食 两人同样单身 可有机会发展 陈展恒坦元现实工作最紧要 之后拍新剧便会少了机会见面 妈妈可有催婚 他说 有催呀 但都要我喜欢才行 难道因为妈妈催婚 就随便找一个人结婚吗 每个妈妈都会想自己的子女成家立业经报员带上婚年程序 林志玲正面回应了 在2016年最后一天 林志玲现身澳门担任跨年演唱会的主持人 事实上林志玲和颜程序2002年时 因被拍到一起看电影 意外式的恋情曝光 直到2005年女方手机送修时 双方穿玉袍的亲密照曝光 使得传闻更显具体 据台湾媒体报道 女星林志玲41岁仍独处 即使爱情没有着落 依旧活得漂亮 认真投入工作 不过 近日微博上却疯传一项消息 传出她的语言程序复合 并将在2017年1月1日 也就是南方40岁生日这天登记结婚 引发一阵热议 对此她也透过助理正面给出回应了 在2016年最后一天 林志玲现身澳门 担任跨年演唱会的主持人 不过 当天微博上却疯传一项消息 指出她已经与旧爱严程序复合 甚至传出两人打算在2017年元旦 趁着南方40岁生日登记结婚 消息一传 初 立刻在网络上掀起热烈讨论 不过 林志玲透过助理笑说 如果真的有的话 她一定会第一个知道 正面否认了该项消息 事实上 林志玲和言程序2002年时 因被拍到一起看电影 意外式的恋情曝光 直到2005年女方手机送休时 双方穿玉袍的亲密照曝光 使得传闻更显具体 不过 林志玲经历摔马事件时 却出现了另一名追求者邱世凯 外传人因此情断 在宝 出分手消息后 她也曾在节目上 谈到对方时不禁犯类红鼻 一时控制不住情绪